第116集 尤達Bestback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第116集的尤達Bestback 剛剛看完葉森像樹 回來就趕快錄這集 尤達Bestback 因為我從英國回來的時候 都不夠兩天 都很快脫 今天就去了看橡樹和加冕杯 葉森打比之後就是明天 禮拜天就跑了安田 所以原本我上一集 跟大家預告 正在這一集的尤達Bestback 說安田 其實只適合了一半 因為葉森打比我回到英國 我沒理由不做 我也想跟你們說回今天的橡樹和加冕杯 我看到葉森馬場的情況 都可以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在獨達Bestback 但至於其他場次的我都會照舊 會在D馬路路法師兄出馬 會出個大價給大家 之前的維多利亞、一里、塞日 我的成績都算不錯 連中幾頭三叢 再加上一口馬梯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先說回這場葉森打比 今天在葉森像樹 場地都是正常好地 下午的時候也出曼太陽 很曬 談不上說很熱 跟香港35度比 當然不算是熱 但真的很曬 今天下午 如果大家有看我加冕杯的沙圈直擊 有看的都跟大家說聲 真的很抱歉 因為網絡真的很差 在行圈過程當中 線路問題都斷了很多詞片 所以搞到原本想在橡樹 想做回同樣的事 我也不敢做 唯有第二道補飛 即是馬匹頒獎 那些 那些 我回來 或者和Frankie 樂安 跳馬 跟著就是那兩項 那兩項 群組一的加冕杯和橡樹的頒獎儀式 那我就全程拍下來 然後 阿芝師兄就在馬場USB出發 都盡量去做 因為網絡一差 其實很多事情都很大影響 沒有想到葉心馬場的情況 是這麼惡劣的 過往如果是阿士谷 在葉心 一個這麼空曠的地方 居然都可以經常斷線 當然今天入場的人都非常之多 大家都記得去年我們和哥頓 即是和大家直擊做的時候 都看到 即是 打比 即是那個打比節 打比Festival兩天 其實整個 葉心馬場周遭的交通也很混亂 因為都 平時沒有什麼車到 但到這兩天就擺滿了車 那跟著 馬場中間又有很多設施 即是又有遊樂場 馬場中間又有遊樂場 又擺了很多那些餐飲 即是都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變了都 一時間 即是說起碼都有三幾萬人入場 平時可能五千都不知道有沒有 即是平時的賽日 即是我想數了都不知道有沒有五千 分分鐘可能兩千都沒有 但到打比這一天 即是 即是所謂 即是一餐找了 就整年吃 所以 變了就真的很誇張 即是一下子 那麼多人聚集一個地方 那些搶線都很嚴重 所以形成的網絡就真的很差很差 但這個都不是我能力範圍做到的事情 所以都非常抱歉 所以今天看這個像樹和加冕杯 當然最威風就是Frankie大圖里 兩場馬都贏得非常清脆理落 尤其是加冕杯這一場 尤其是加冕杯這一場 因為我們有老友阿俊 帶著一隻西洋進而Wast Over 其實賽前都備受觸目的 但是就完全輸人 跑完之後 我想芝師已經在我們馬場USB 都有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我們看完之後 北約而同都 不斷問候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又覺得很意外 因為這個Rob Hornby 韓比爾是甚麼了子 我就很早已經知道 由去年跑打比那場開始 我就已經知道 他是一個甚麼了子的騎士 想著一隻馬可以背他回來 但是最後他跑到一坨東西 五隻馬都可以塞車 接著就被大圖里走掉了 最慘是一隻馬還有得追 已經不是徒情問題 根本就是跑法 我騎士發揮很有問題 所以 但是半句來說 大圖里就是大圖里 所以兩場馬都贏得很有功架 在大圖里陳章掛鄉的時間 他可以這樣贏 在場的馬迷 包括我在內 都非常著弱 非常著弱 到明天的打比 當然他又有一部分 雷台等 現在在英國各方面 都是大熱門 在英國方面是大熱門 就是這隻拘捕 就是這隻拘捕 香港馬會也追捕 追捕也可以 那我就用2號馬 這隻拘捕 當然他在車市打銀瓶 大勝六個半馬位回來 這場是非常有說服力 也可以說一點背景 就是在業心打比的一些晉級賽事 或者一些熱身賽事 那車市打銀瓶 都是一場很傳統的 Lead up賽事 那除了這場 車市打銀瓶 是主要之外 那當然另一場就是冬帝錦 冬帝錦 去年的Desert Crown 就是去年的業心打比盟主 都是贏冬帝錦標晉級 就是在下一城 其實主要都是這兩場的 Lead up賽事 作為打比的參考賽事 除此之外 當然還有沙丘元的打比預賽 另外還有領飛馬場的打比預賽 這兩場 領飛那場打比預賽 這兩場打比預賽 所以有一點不同 所以有一點不同 同樣 在這場賽事進級 來這裡跑的這批 軍令狀 軍令狀 即是高多分的猴子 這批當然來頭不少 作為瓦大爺的全弟 瓦大爺當年就贏業心打比 看看他能不能夠成為兄弟祭霸 兄弟打比祭霸 即是去年七月的時候 兩歲馬已經連下三成贏 即是兩場在Sanddown 先贏兩場 一路增情跑上去 千四千六 然後在庫利斯馬場再跑一場 再贏五個多馬位 之後就去了法國 跑這個聖格奴準則大賽 但那場就不是大圖利跑 但出到頭兩場都是大圖利跑 那兩場都贏得很出色 在準則大賽那場 其實他都是埋門飲恨 在叮噹碼頭之下 撐不到就輸過頭 但隔了差不多半年 在奢侈他眼皮復出 這批范高爾子智 就成熟了很多 那麽 那麽 也都 即是 Franke也都很成竹在空 那去到 未到六百米左右 就已經搖搖領前 然後越贏越遠 那他贏的姿態都幾次 即是Franke贏這個 就是杜拜千禧贏 杜拜世界杯那樣 那麽當然 即是今年大圖利 雖然就 即是 沒有得跑 這個 沒有得跑這個 肯塔基打鼻 因為這個其實他很想去 很想去參加 那麽但是回來英國之後 那麽真的都 都表現得非常之厲害 那麽就是 這件彩衣 又造就到他贏這個 英國二千堅利 那麽那麽那麽就是 那麽就是 選擇不跑 那麽就選擇了一隻 那麽就是 朱德望和大圖利 我都指出過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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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這件彩衣跟他 亦都是非常之 即是關係非常之微妙 雖然 雖然 不及高多芬 那麽就是賬水關係 但其實 那麽就是 朱德望這件衣服 對他來說 就是造就了很多很多很多個大圍 那麽最後一年 就是 拆騎 當然他就 盡量都希望 可以 繼續和這件彩衣服 火拍 所以我其實 看完這場加冕杯之後 當然 那場加冕杯 那麽就有 要騎高士登的馬 那麽就沒有辦法 就是騎到阿俊 打你的Rex Over 那麽我真的 在這裏都很強烈 希望 就是 下一次的Rex Over 能夠由 朱德望和大圈利 那麽信心就會大很多 那麽再說這隻Rex 就是看他贏的姿態 那麽就是 那麽就是 那些走位 那麽的動作 那麽的動作 那麽其實葉森 對他來說 也是適合 雖然他沒有跑過 那麽就在之前的 神操會 就是葉森 葉森打給神操會 那麽高士登也有安排這隻馬 去葉森做了一份操練 那麽當然是公開操練 那麽當然是 那麽看他那些 那麽馬的動作 那麽走位 那麽什麼 那麽都應付得都很好 那麽看到他 那麽看到他 那麽當然 那麽到跑真的 那麽未必是那麽事 那麽 那麽 那麽一人扔大力 那麽這麽馬就只有十四隻馬 那麽 那麽 那麽其實都算是大感覺 那麽都好看早段 Franke 那麽去處理這隻馬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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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放在二碟或三碟位,不要放在太開 但是葉森阿祥的走路也有一大段路 才去到Tactanum Corner,才轉入直路 其實他也有很多時間、很多機會 可以把隻馬放在一個有利的位置 在這方面,我對Frankie也非常有信心 他始終這個馬場也非常熟悉 雖然他贏打比的次數不算多 帳數是比較多 但是大家都是同一個套程 這匹馬都備受看好 加上Frankie也行張掛香 其實每一場跑的一級賽都會備受觸目 也沒辦法不選他 也有道理 相反,Military Order這批軍令狀 高多了這批阿大爺的全弟 雖然他跑蝦沙地 即是那場打比魚賽 那場馬雖則是跑蝦沙地 但是他的走勢也非常吸引 如果他跑2400轉一個大圈 那場馬的氣量需求也相當 還有就是付諸在葉芯 這隻馬我不肯定他有沒有操過 在葉芯操過 但是看他在紐百利 或者之前的Niu Market 即是兩歲的時候的Niu Market 即使不及瓦大爺的質素 但是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只是擔心 我只是擔心一件事 就是今年的高多芬和布宜鶴 好像都不太入局 由這個杜拜世界杯開始到現在 好像今天的像樹大賽或者加冕杯 那浩宜鶴跑幾隻馬 都是遠離水準 反而我是怕那個人 又多於我怕那個馬 但是這批軍令座 你都要尊重他是瓦大爺的弟弟 那麼質素 至少就算質素不及瓦大爺 但是性能上就絕對是很接近 當然在這裏也是一筆增標分子 但是這些馬你又不可以過份熱榜 因為始終真的我擔心 整個馬房不知發生什麼事 就好像今天那隻Hurricane Lane 在前面跟了一段 入到直路都已經完全無還擊之力 還有包尾回來 幾隻馬跑回來都是很頑皮 所以都幾令我困擾 我和我這個老友 英國馬桂開之後 雖然他都有爺馬 但是演出跟上季真的有些分別 所以始終我都覺得首選都是在拘捕 拘捕身上 這隻軍令狀都是二三選之間 但是其實這一場馬 除了我覺得這隻Hurricane是有少少少 Outstanding之外 其實整個感覺都比較是有些 都幾軍勢下的 都不能夠講完有一匹真的 除了Hurricane之外 是比較突出一些 當中我都有幾匹馬都可以值得和大家說一說 當然首先第一匹一定要說的就是 蘇紹輝的舊老闆 King Power 那匹東帝錦標 為何要說呢 當然他就是贏這個冬帝錦標 但是其實在今季這匹馬復出 首先是卡拉芬錦標 他先屈屈亞軍 但是這匹馬就是 是莫艾成復出之後 跑的第一匹 即是叫做大賽馬匹 看回這匹馬 其實本身去年的兩水賽職都不是太差的 當然首說就是在這個 九月的時候 在New Market 當時潘大衛執僵 因為莫艾成的停賽 就贏了一場預勞錦標 那這匹馬 這匹馬 都是前面 扔著扔著 贏得都幾 贏得都幾 然後到今季 剛才也說過 先在卡拉芬錦標 屈屈亞軍之後 然後再跑這個冬帝 這場冬帝錦標 就真的表現到他的功架了 當然如果你以去年 Dexter Crown 東帝錦標 當然這裏絕對是一批 威脅分子 當然 再加上阿莫艾成 阿莫艾成 剛剛今天的帳樹 真是不幸運 他的馬跌了下來 跑完事後回來 都很不值 當時我自己選了 我也是選了他那一隻 選了高士登一對 但最後掉下來 之後Franke 贏了 當時對馬防沒有什麼分別 但對於莫艾成而言 他復出之後 其實他表現都很平穩 也贏了一千堅力 都很快極速地 一復出就已經收回了一場 所以這隻馬 這隻Foxus 就是King Power 英超就窩可 李斯特就降班 在馬方面 其實近年 King Power在馬方面的投資 也沒有以前那麼活躍 也沒有以前那麼多馬 這一筆邱吉爾的紙字 殺到上來 也要看看是否哀兵上陣 但我覺得這隻 這次再加上排隊的三檔 再加上莫艾成 叫做臥馬爾久 雖然他復出了也不斷有贏馬 但我意思是臥馬 我估計他也會對Franke 所以這隻判斷也會構成不少威脅 那麼 次選我就選了這隻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復出之後 Andrew Boulding 鮑爾定 其實都對他很多人 都給他很大的支持 不少頭馬都是Andrew Boulding 合作之下交出來 所以這一個配搭 都是一個挺可靠的配搭 在此而言 這一匹馬我就選了他做次選 當然剛才所說的軍令狀 都不能夠劃死他 這匹馬也是放在這裏 但我擔心的地方就是高多芬馬房 還有布爾學 這個情況 真的不知道是否 還是這一場才能夠反抵 但真的很明顯 全方位的高多芬 即艾薄斌 布爾學 甚至乎如果有道進成參與的 都現在陷入一個低潮 所以大家看他們的馬的時候 真的要很小心 當然也要提一下莫亞 莫亞 應該說鱷白人陣型 其實他這次都派了幾匹馬出來 跑打比 1號 1號 Aderley River 亞德內村 接著就是多產巨像 當然這批 以古摩亞而言 主力 Augustine Rodin 另外還有一批 安東聖者 San Antonio 這三批 當然如果看這三批 其實三批的賽職 都不可以說太過失禮 亞德內村 當然 剛才說了 Augustine Rodin 其實跟Augustine Rodin 都對陣過幾次 雖然他只是在登岳 就贏了一場Mayden 但是他跑那些 去過法國 又在英國跑車 赤士達人平 輸給 Augustine Rodin 赤士達人平 他跑第二 但這裏 莫亞就用了許角能 如果說賽職來說 這隻馬 不算是差的 可以說是一個 但是 檔位比Franke更高 所以現在 變得這麼好分 至於 說回那隻 Augustine Rodin 這筆 多產巨像 未跑二英國二千堅尼之前 當然這筆 也是來頭不少 去年他就是 贏了未來錦標 東卡斯塔那一場 以前的馬步錦標 贏了那一場 又是大勝三個幾馬位回來 但是呢 今年復出 跑二千堅尼 就跑到一無是處 去到最後三百多米左右 左右都已經是完全潰敗 大敗三十二二個馬位 那一場還要是大熱門 所以 回來 可以跑多少呢 當然 剛才說 為何說來頭不少 當然除了他贏這場 未來錦標之外 當然他也是大震撼的指示 這筆Deep Impact的指示 當然Deep Impact 過去歐洲 也有些Saxon Warrior 就叫他贏二千堅尼 過去 如果你看回這筆馬的 負系武系 其實武系是敗天文學家的 照計二千四場歷 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 上一場輸得很可怕 又是不知道他跑得回多少 當然這筆馬 如果他跑得回到未來錦標的水準 這裏也是一筆第三勢力 當然 譚不上是一筆一枝獨秀 如果他一枝獨秀 就不會在香港避難 但是在英國這筆馬 都是屬於次業門 這筆馬 就是這樣說 古摩亞 今年在英國的局 都是開得一般的 如果有看G師兄的評論 馬祥約翰 大家都應該知道 大家都知道 開局也是兩大陣型 古摩亞 高多芬都是開局 開得都不太暢順 這個也是我擔心的地方 但是當然 你有目額 跑這些賽事 也是很穩陣的 都很少犯大錯 所以你又不可以看死他 至於安東聖者 至於安東聖者 歸納可以這樣說 古摩亞 這三匹馬 抽的檔位 都不是抽得那麼好 這匹安東聖者 可能是三匹馬當中 排面比較弱的一匹 都不是比較弱 都是叫做弱的一匹 雖然他在奢侈打 就贏了一場表列賽 敵河錦標 但是看上去 這匹馬 都是 似是 還有不知多少起手 但是 進級過程 就相對沒有那兩場 沒有那兩匹馬那麼衰 再加上 就 用了羅敦 但是又這樣說 有時候爆的馬 都是找過羅敦來爆的 其實三匹古摩亞的馬 我都不敢太過劃死它 所以 都是一匹 所以 也反映到 某程度上 也反映到 這場打比 有多不均勢 當然三匹當中 一定是以多產巨匠為首 但是 如果你剛才提到的 Arest 軍令狀 The Foxes 這些馬 即是 跑不出水準 隨時 古摩亞的三匹馬 就會代之而起 最後一匹 值得跟大家提一下 剛才提到 Arest 即是在準則大賽六敗 屈居亞軍 贏他那匹 這匹當然要提 這場打比也有在跑 就是這隻六號馬 Dubai Mile 這隻道拜里程 Dubai Mile 六號馬 當然他那一場大難地 贏準則大賽 緊緊贏過頭 在今年的二千堅尼 他也跑回第五 輸得頗遠 因為就是Franke 那隻新王朝 Karl Dun 後面五個多馬位回來的 但是 因為這隻馬 其實都 你看他那場 跑千六 就明顯 一里明顯 就有些 嚴短 還有 就 都比較 one pace 所以可能 增情跑 即現在增情跑 李半俠 可能更加 更加 他發揮 只是 就是 配搭 就是 弱點 Daniel Muscat 就比較弱點 但是 馬呢 那 就是 至今的賽職 都相當之 都叫做 硬正的 那麼 那麼 進度 也都看到 他都慢慢 pick up 那麼 這匹馬呢 現在香港 都是 冷滿分子 英國 大概是17倍 那麼這匹 大家都可以 看一看 都可以 留意一下這一匹 我覺得 如果 與其 就是 硬要 就是 選了四隻 我都想 選一隻 冷少少 選一隻 冷少少 來做配腳 所以呢 都 大致上 都分析了大部分 的馬匹 那 就是 雖然那三匹馬都各有千秋 也都 硬正 但你始終都覺得 又是 又是 馬房 亦是欠缺 一些 勢頭 在愛爾蘭 就可能 還可以二文二文 但來到英國 就真的好像 一般 所以 今次 葉心打給我 尤達Batsback的提供 就是 先選了 2號的追捕 2號的追捕 接著 12號的 勇湖隊 The Foxes 接著 就是 剛才提過的 6號的Dubai Mile 還有 最後 就選了 阿大爺的全弟弟 就是 軍令狀 所以 重複一次 就是 尤達Batsback 葉心打給的 心水就是 2號 12號 6號 和8號 2、12、68 就是 尤達師兄 今次 尤達Batsback的 葉心打給提供 大家記住 我其他的場次 大家可以去 D馬路路法 師兄出馬 可以看 都出了網址 給大家看 另外 希望大家 未訂閱我的頻道 就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 現在 都已經開始了 都 弄了一個 轉數塊 戶口 給大家 歡迎大家課金 支持我 尤達師兄 當然 多點留言 給LIKE 分享 還有 最重要是 多點留言 首播的時候 或者大家看 就這樣看的時候 都多點留言 繼續支持我 尤達師兄 好了 今集的尤達Batsback 就到這裡為止 我說了 199 因為今天 都很累 很快 明天 跑完 打比回來 我就會錄 安田紀念 很快就會 有新的一集 尤達Batsback 和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 明天好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就安田紀念特輯再見 拜拜